不正常吗 正常 恢复得不错 没事 你们继续 继续 说吧 不想看着你被憋死 那你先答应我 千万不要太激动 就是 小七他肯定要走了 什么意思 我今天联系他来医院 他电话怎么都打不通 我给打个餐厅 老板说他要离开 就在今天 我帮我搬出院 你的身体还不能出院 韩助理 方总 南医院接过 方总 不是说话都不激动的吗 方总 您这心脏刚好 他现在在哪 离开餐厅了吗 我马上问 怎么没人接啊 怎么没人接啊 找方丽 方丽已经知道他要走了 后续他能挥留他 你和小七在一起吗 没有啊 他不会真走了吧 好 好 这么早起来了 快坐下 吃完早餐再去上班啊 不知道妈 我有点急事先出去一趟 什么事啊 急成这样 一时半会儿也解释不清楚 妈 你那银行卡呢 您用钱干嘛呀 我一个客户要去外地 说不定我也要跟他一起去了 您给我点钱 耽误路费嘛 快点儿妈 你去包里拿吧 好嘞 你去包里拿吧 如果我跟别人远走高飞了 您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我爱你 妈 爸 我也爱你 我走了 不要 啊 快点 9 3 4 5 谢谢 师父等一下 走吧 师父 这私底有病吗 我去 他真有病啊 你是不是疯了 你身体还没好知道刚才有多危险吗 啊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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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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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傅 我不走了 你帮我把行李拿下来呗 谢谢啊 慢点 慢点 没事吧